这件农历春节过后 本土的确诊人数一度标破了有3万例 而2号的死亡案例甚至新增了有74例 专家黄高斌他表述了 其实确诊数的中重症比例是没有增加的 只有死亡个案提高 初步的推测是应该是因为过年后高峰累计 但如果要来观察这死亡预论 它应该是在下周过后才会明显 如果死亡人数还在高点的话 那么应该将会是个警讯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探动社会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